今年4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分别对46名台湾居民电信诈骗案进行公开开庭宣判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有关案件审理情况,可通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官方网站 或者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金法网市微信公众号来具体的了解和查询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社会危害严重,两岸民众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2016年到2019年,中国和西班牙警方展开了历时三年的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长城行动 西班牙分批项我方引渡了225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218名 该犯罪团伙对大陆民众疯狂实施诈骗 涉案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很多群众的看病前、养老前、上学前被诈骗犯席卷于空 还有甘肃教师被骗后自杀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本着有利于打击犯罪 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原则 依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